…… 部長、主委,在這次這個,所謂的這個停工,不是停建,這個決策裡面,是你們主導的嗎? 我有參與 你們有參與?是被告知的嗎? 不是被告知 我有提出建議 你建議這樣做是嗎? 我也可以說是這樣 你可以說這樣建議這樣做 那我請問蔡主委 蔡主委剛才部長講說干事的儲存 說安全要引進國外的標準 說國外有這個情形 這要說服民眾 那我請問你為什麼美國在2012年的聯邦上訴法院 會判定美國的核能管制委員會 對於核電廠的核廢料的儲存 屬於評估他風險 要求NRC重新訂定核廢料的儲存規範 那如果像蔡主委長講的那樣子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 我想這個問題去年就跟委員解釋過 這個是在聯邦法院的一個判例 那這個判例並不是說乾脆儲存也好 或者說廠內的濕室的燃料池的儲存 是有風險或者是有安全的顧慮 而是因為 主委我覺得你真的不稱職 本來我們還說核能委員會能夠保存 你這樣子完全不稱職 怎麼講呢? 你根本不稱職 你有去看他的法院判決書 有啊 判決書裡面講得清清楚楚 對周遭的環境周遭的人民構成嚴重了 有危害 法官的判決你看了沒有 法官判決就認為說 把乾絲也好 濕絲也好 儲存在電廠裡面 對於周遭的環境周遭的生命安全 構成嚴重的破壞 當然是一定有風險啊 就跟核能電廠也一樣 就是有風險 才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他是說因為有這樣子 所以這個環境影響評估要完成程序 我只是認定你 不夠資格做我們核能安全管制委員會的主委 你寫下去 部長 我請教你啊 我們現在停工 等於 說不等於停建啊 為什麼不公投一次解決 我們真的就是不負責任拖時間的這個做法 而且會讓國家損失更重大 更大 我想請問你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有這個停工封存的經驗 美國有 菲律賓也有 美國這個停工什麼原因 他沒有 因為有反對嘛 因為什麼反對 因為資金還有這個不足的地方 還有一些問題 胡扯八道 你這個又是胡扯八道 他停工是因為他們的電力嚴重的充裕 田育安計劃 他水力發電嚴重的充裕 他電太便宜了 他成本不需要建 那2007年8月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決定要復工 原地要2015年完工 他要多少錢你知道嗎 他是後來 重新再啟動花多少錢 就是把他的二號主機 二號機 完成 要完成 大概是二十多億美金吧 二十多億美金 對 結果後來現在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的資訊就到這裡 你的資訊到這裡 你的資訊到這裡 那你就不夠資格做經濟部長 全世界本席以前在立法院 我們經濟委員會做成主決議 然後你們也虛應事故 反正在這邊你們面對我們立法委員 你們都有N個理由可以說答覆 都可以強持這個奪理的答覆 可是到了總統上面一交代下來 管理是封存也好 停工或不等於停建也好 你們都氣都不敢坑一聲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你們哪有專業在影響政策啊 真的 國民黨政府真的 政策就是這樣子搞渣的 老百姓就是這樣子 對國民黨執政沒有信心的 就這個樣的情形 對國民黨執政沒有信心 對國民黨執政沒有信心 對國民黨執政沒有信心